一万富翁乔布斯 五十六岁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在弥留之际留下了最后的一眼 他说 我在商界成功地抵达了顶峰 在别人的眼中无人可及 我是他们的榜样 但是除了工作以外 我并不觉得幸福 财富只是我习惯了的一种生活方式 此时此刻躺在病床上 回顾我的一生 那些曾经引以为傲的 世人的认可和财富 在即将到来的死亡面前 显得是那么的苍白和毫无意义 你可以雇人为你开车 为你赚钱 但是不会有人为你承担疾病 失去了物质的东西可以找回来 但失去了生命却无法找回 当一个人被推进手术室的时候 他才发现有一本健康与生命的书 还没有读完 无论我们现在生活的怎么样 我们都会面临帷幕落下的那一天 因此要珍惜 珍爱你的家庭 爱你的家人 爱你的朋友 善待自己 珍惜他人 人生本来就有很多的相同 比如三百美金和三十美金的手表 他们都告诉我们同样的时间 无论是三百元还是三十元的包里 装的都是一样的 无论我们驾驶的是十五万元 还是一百万元的车 道路和距离是一样的 都会是像同一个目的地 无论我们喝多少钱的酒 醉了也是一样的 无论我们住几十平米 还是几百平米的房子 里面的孤独是一样的 你会知道 一个人内心真正的幸福 并不来自于 这个世界上物质的东西 无论你坐头等舱 还是经济舱 如果飞机出现了问题 你的财富也阻止不了你的坠落 因此我希望你们意识到 当你还有伴侣 伙伴 朋友 兄弟姐妹时 就尽情地和他们聊天 说笑 高兴 唱歌 谈论东南西北 因为那就是真正的幸福 生活中 永远记住有几个 不可否认的事实 不要教育你的孩子致富 要教育他们 如何幸福快乐 这样他们长大以后 才会认识人生的价值 而不是价格 伦敦最佳获奖语 应该是 你应该把食物当作药物来吃 否则 你会把药物当作食物来吃 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然而 只有少数人能理解这种差异 所以 不要把可贵的生命 浪费在别人为什么 和你不一样上 你出生时就被爱 你死时也会被爱 但别人会爱你多少 完全取决于 你活着的时候 付出的爱有多大 世界上有属于你的六个最好的一生 往往你却把他们泡在一旁 那就是 享受阳光 保证休息 坚持锻炼 健康饮食 强大自信 真心的朋友 懂得享受并珍惜这些 你的人生 快乐 不会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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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